医院心梗患者暴增,全是这种人,医生牢记四点,关键时刻能救命。 小刘今年28岁,作为圈中的社交达人一直很多朋友,工作后也经常会与朋友聚餐喝酒,体重在几年间便飙到了200斤。 去年,在公司组织的体检中,他被查出肥胖、血压、血脂过高等问题。 医生提醒他一定要注意控制体重,同时戒掉烟酒,但小刘觉得自己还年轻,这些都不是事儿,依旧保持着原先的生活模式。 上周在和朋友聚餐后,第二天上班时,他明显感觉胸闷,天气不热却满头大汗的,甚至差点晕倒,同事健壮赶紧将他送往医院。 检查后才发现,小刘的冠状动脉严重堵塞,已经发生了心梗,需要立即放置心脏支架,开通血管,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 这个情况让小刘十分诧异。 心梗不是中老年人才会得的病吗? 自己这么年轻怎么会心梗? 1. 为什么越来越多年轻人患心梗?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心血管中心主任医师黄荣冲介绍,心梗一般指急性心肌梗死,是关心病的一种急症。 由于冠状动脉出现急性阻塞,心肌缺血,血液供应出现坏死,导致心脏功能受损,从而威胁生命的一种疾病。 早年间,心梗多发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,但近年来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也被心梗盯上。 心梗不再是老年病,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,我国每年约有60万人发生猝死,其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高达43%。 心原性猝死约占七成,心梗越来越年轻化。 南部战区总医院新内科副主任医师张金霞曾经分享过多个心梗病例,几乎全都是年轻人。 一位纸盒厂的工人,年仅31岁,因腹痛而就医。 没等到医院就倒在了路上,后被诊断为急性前臂心梗。 28岁的刘某,通宵熬夜后突发胸痛,后确诊为急性下臂心梗。 25岁的小李在醉酒后出现胸痛,晕厥症状,后被确诊为急性下臂心梗。 为什么年轻的心梗患者越来越多? 联勤保障部队第983医院心血管科医生王兴刊文表示, 年轻的心梗患者身上多会有这些共同的坏习惯。 大量吸烟,吸烟时间越长,吸烟量越大的人群,对血管损伤也越大,更容易发生心梗。 缺乏运动,长期缺乏运动无法让心血管得到锻炼,发生心血管意外的几率也会随之上升。 不良饮食摄入大量高油、高盐、高脂肪的食物,会导致心血管疾病风险明显上升。 体型肥胖,体重超标的人群,血管内的斑块也会逐渐累加。 血管会因此而变细,直到发生心血管意外。 长期熬夜,睡眠不足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健康,增加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生风险。 不做体检,体检可及时发现身体存在的异常,但很多年轻人仗着年轻,没有体检的意识,以至于让病程持续发展。 二,早春心梗高发,出现四个症状要当心。 不少心血管疾病患者,以为冬天过去发病高峰期就过去了,但其实早春时节依旧是心梗的高发期。 之所以有这个现象与三个因素相关。 首先,早春处于倒春寒的时候,气温时冷时热会给身体带来刺激。 如身体受到低温刺激后会交感神经兴奋,全身毛细血管收缩, 让心脏负荷加重,可能会引起心肌缺血缺氧,进而诱发心梗。 如果这个时间大家外出的活动较多,也会让心肌耗氧量增加。 如若没有把握好活动量的话,也可能会引起心脚痛、心梗。 另外,春季各种病毒、细菌、微生物也开始逐渐活跃。 一些免疫力不好的人很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,让心脏负担加重,诱发心梗。 长沙市第三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李国军提醒, 心血管疾病发作一般都会出现一些或轻或重的症状, 只要及时识别到这些求救信号, 尽早采取措施就能降低疾病的危害。 一、心计,就是心跳不规律, 经常心慌,心跳过速或是感觉漏了一拍, 经常出现这些症状一定要马上就医。 二、呼吸困难, 呼吸道疾病,心脏疾病都疾病会导致呼吸困难。 气促、憋气等症状, 如果日常经常觉得呼吸困难, 睡觉的时候甚至会憋醒, 只有再做起来才能缓解的话, 很可能是心力衰竭的信号要尽早就医。 三、恶心大喊, 心梗在发作前会给交感神经带来较大的刺激, 容易延起恶心,呕吐等不是症状, 部分患者在发作前会有明显的大寒症状, 尤其是睡觉时出汗更为明显。 四、异常疼痛, 除了胸痛症状外, 心梗还可能会导致患者身上出现肩痛、 胃痛等异常疼痛, 这些症状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、肩周疾病, 以至于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, 提醒本身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患者, 一旦出现下巴以下肚脐以上的突发疼痛, 都要警惕是心脏异常。 三、心梗发作时, 吃哪种药物能救命? 临床上, 不少关心病患者都会随身背着硝酸甘油, 塑酵救心丸以及阿斯匹林三种救命药, 那这三种药在关心病患者发病时, 哪种才能救命? 硝酸甘油, 硝酸甘油主要适用于突然感到胸痛时, 其可以快速缓解心脚痛, 关键时刻可以救命, 是关心病患者的常用救命药, 硝酸甘油需要舍下含浮, 二到三分钟即可起效, 五分钟可达到最大效应, 注意, 服药食药坐下不能站住, 在服药一次后症状没有缓解, 建议再服用一次, 十五分钟后, 服药到达三次后, 症状依旧没有缓解, 一定要及时就医, 塑酵救心丸, 塑酵救心丸是在胸闷时使用, 在身体出现胸闷, 心前驱不适以及左肩酸神等症状时使用, 在心脚痛发作时, 可舌下含浮十到十五粒, 关心病, 心脚痛患者日常短期治疗, 可每次口服或舌下含浮四到六粒, 四周为一个疗程, 阿斯匹林, 阿斯匹林多是日常服用, 用于已经发生过心脑血管疾病, 以及极可能会发生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防治心血管疾病工作, 急救时阿斯匹林的服药剂量应达到300毫克, 不能随意只服用一道二片, 且要嚼碎服用, 但阿斯匹林服用不当可能会带来出血风险, 建议发现异常后及时就医, 现阶段很多年轻人由于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, 身体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下, 日常一定要多关注身体, 发现有异常症状及时就医, 切不可等到悲剧发生时才后悔, 那可就来不及了。